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头条带来关心的消息 就是先前在纽约市被广泛使用的保利龙容器 从今年开始 从这是热食店、外卖店跟食品车中消失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 保利龙容器也逐渐被全美其他地方 还有世界各地许多城市禁用 来看详细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 葛莫州长建议在全州范围内 禁止使用一次性的食品容器 以及由保利龙制成的填充颗粒 它是一种无法分解 难以回收再用的污染物 这项法案如果获得州议院的通过 纽约州将成为禁免阴州之后 第二个实现禁止保利龙的州 禁令倘若通过将在2022年生效 并且是民主党自今年再度全面控制州议会以来 所采取的一连串环保措施中最新的措施 纽约州大多数类型的一次性塑胶带禁令 定于今年3月生效 州府今年6月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 透过改用风力发电等再生能源 以及限制使用汽油动力汽车 于30年内消除温室集体的排放 州议会还提出法案 减少使用塑胶吸管 并且规定塑胶瓶至少要有75%的回收材料支撑 由于州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了州长的2019年决议 所以保利龙容器的禁令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 包括加州旧金山 省河西在内的数百个地方政府 都已经禁止使用保利龙容器 纽约州的奥波尼 长岛的纳苏郡 以及苏福克郡 威彻斯特郡 都已经颁发了这项禁令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